雷根州长今天上午11点半钟 由美国大使马康卫陪同到达行政院 带会了严副总统 严副总统接见雷根州长的时候 外交部再部长陈琼飞也曾经在座陪同 严副总统在跟这位美国尼克森总统的 个人代表谈话的时候 曾经就中美两国对于联合国情势等 共同有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误谈之后雷根州长还接受了 严副总统的五宴款待 郭明尼加共和国副总统高一哥抗议 以我国政府的邀请 今天中午12点20分 大级飞到台北 高一哥副总统到达台北时候 曾经在中山军用机场 受到了严副总统抗议 等我国政府首长的欢迎 并且他在严副总统的陪同之下 接受了我国的军力欢迎 解约了我国长大的三军一队 在场欢迎高一哥副总统抗议的 还有各国驻华使节 高一哥副总统疫情将在我国访问六天 他除了要参加我国的 双十国进庆典活动之外 还要前往各地 参加我国文化经济和军事设施 他们预定在本月十四号上午 接受访问离开台北 大韩民国国会议长 白斗镇夫妇一行四个人 今天下午2点50分 令我国政府的邀请 搭机飞来台北访问五天 当白斗镇议长夫妇一行 大达台北的时候 曾经在松山军用机场 受到了严副总统抗议 张权秘书长 谷正刚 立法院长黄国书 现场院长李时通 等有关人士的欢迎 白斗镇议长 是要来到我国参加 明天开始的国庆活动的 另外 他还要拜会我国政府的首长 并且前往各地参观我国的各项设施 他预定在13号上午11点钟 离开台北 请不吝点赞订阅